继续关注航行途中的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 此刻的西太平洋上一场战时补给演练正在展开 演练开始后 核肥舰调整航向航速 率先占领红湖舰的右侧补给阵位 随后运程舰和长白山舰也分别进入各自阵位 形成两横移动的补给队形 现在是三艘舰艇同时在接收补给 虽然很高效 但是对操作兵这个站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因为船与船之间会形成很强烈的船息作用 操作兵要调整航向航速 让四艘军舰保持同一个航向同一个速度 所以这个难度是相当高的 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 几艘军舰因为船型蹲位不同 受风浪和气流的影响各异 要想保持稳定连接 操作兵必须根据上级指令精准操纵 右舵数 右舵数 一般一个小舵角就会导致舰艇的快速靠近或者快速远离 因为风跟流的影响会导致它实际走向 并不是按照舰手向来走的 所以我们要把握多方链的因素来去把定这个航向 占领阵位后 宏福舰向合肥舰运程舰发射银缆 连接补给管道和钢缆 开始进行液货和干货补给 正在补给的编队最容易遭受攻击 雷达系统时刻扫描着海空 舰载直升机也升空警戒 正在进行正常补给的时候 突然接到命令敌情威胁 转入战时补给 这时候呢警戒舰前出警戒其他舰艇的继续补给 但是呢要做好随时终止补给的准备 投入战斗 同志们我们现在正遭受敌方炮火攻击 上级令我们立即组织硬体解脱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各舰转入战斗状态 老兵赵金松主动要求到舱外解脱输油软管和脱钩 你的职德所在 你的部署要求 你必须在哪里就位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要冲上第一线 冲到最前线 履行自己的职责 炮火袭击中 补给站一名舰员受伤 医护人员迅速前往处置 餐厅被临时改为战伤救治所 医护人员对伤员进行救治 同时核飞舰快速前出 掩护编队其他舰艇 完成补给任务 演练中我们紧贴实战 设置了多种敌情威胁 他临机倒调了舰员受伤 战场心理防复等特性 大力提升了编队的 应急处置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